《青岛》 啤酒就在这个小渔村扎了根 除了著名的青岛啤酒 这里也不乏许多精酿啤酒作坊 今年三十二岁的郑焕良和妻子 就一起经营着一家叫维麦的精酿品牌 六月是青岛的初夏时节 伴随着气温升高的 还有青岛人们举起酒杯的手 至此季节 夫妻二人正在筹备酿造一批桂花小麦啤酒 一袋袋麦芽散发着古物特有的香气 它们的到来会在即将开始的盛宴里 发挥重要的作用 现在换粮需要将麦芽湿润 搅拌然后粉碎 随着科技的发展 如今整个酿酒工序可在机械的帮助下进行 加了这么一个机器 它整个浓松 松一半多的力 经过反复研磨 得到的麦芽粉是酿造啤酒的基础原料之一 现在需要将另一主要原料水和麦芽粉浸罐搅拌 混合 得到麦姜 这个步骤叫做糖化 一般用时取决于原料的多少 而换粮的这一桶 需要糖化差不多两到三个小时 但值得等待的不仅仅是好酒 另一份美好也在悄悄日亮 换粮的妻子雪亭 现在已经有七个月身孕了 伟大的身躯伴随着两份心跳 把昭示幸福的古典奏响 所有的残碱它是都会陪着我去 然后呢每天可能会问无数遍的 你这个钙片吃了没 铁吃了没 叶酸吃了没 可能它会重复的去问 能感受到它对一个新生命的一个期待吧 它肯定是有它的一个生长 我们呢其实肯定会对它们有一些期许 但是也没法过多的干预 当然小孩如果喜欢酿酒 我肯定愿意教它好好教它 包括带着它一块酿酒 爱这个字在新生命面前太过沉重 却又倒进了一切 经过梅的辛勤劳动 淀粉摇身一变成了可发酵的糖 给平淡日子里增加了一丝的甜 现在需要将麦浆中的麦糟和麦汁进行过滤分离 通过检验的麦汁 将经由机器管道送入煮沸罐进行煮沸 随着灌内温度的升高 麦芽的香气此时彻底弥漫开来 人像是浸在没有酒精部的啤酒里 但换粮来不及享受 它要抓紧时间准备下到工事所需的原料 啤酒花和桂花 啤酒花经过高温熬煮 形成Eα酸 是啤酒苦味的来源 桂花毫无保留地将自身的香气溶进麦汁 在麦汁沸腾时将它们一并投入 微苦的酒味碰上桂花的甘甜 刺激着每一位饮者的味蕾 桂花在中国寓意着收获 吉祥和富贵 一粒小小的种子越过寒冬等待春天 最终才蒙出第一个花蕾 这个过程漫长而艰辛 但却美好又值得等待 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如此 酿酒这条路也不例外 就是我觉得创业其实挺不容易的 尤其刚开始那两年 就是当时尤其装修 可能是前期也没有太多的资金 然后呢就是好多工作都是自己自己干的 建立当时有很多那个红砖都是我自己搬上去的 而且就是也是干服务员也干厨师也干酿酒师 每天酿酒的这个工作量还是很多的 两个月时间收了十几年 我们15年一块来到青岛 很多就是我们也没有太多的经验 在这个过程中遇到很多很多问题 刚开始来的时候就是推广起来特别慢 可能大家的啤酒意识 它就是只是认青皮这样 但是后来随着经验 这两年发展起来之后 还是有了一些转变 不断地去调整 去做一些改进 就慢慢地越来越好了 确实有一些很多接着会感觉到特别难 但是我这个人还是比较乐千派也好 或者说是比较会调节一下自己的压力 累了有时候喝点啤酒就过去了 酿酒实际上它就跟农民众计一样 就是它有播种的时候有收获的时候 它有投热的时候有发酵 有罐酒卖酒有喝酒的时候 所以它这个幸福指数还是挺高的 随着时间沉淀入味直至回甘的 不仅有患良夫妻二人的酿酒之路 还有在罐中沸腾了一个多小时的麦汁 这使对其取样进行测糖 确保麦汁的初始糖度 此时的含糖量到达了全流程的最高值 把甜蜜的氛围烘托到了极点 接着将麦汁引入玄尘罐 通过旋转将其中掺杂的蛋白质凝结物与麦汁分离 以保证麦汁的纯粹 借此空档 变成了真正的啤酒 如果说每个生命的诞生都是一场伟大的奇迹 那么对于郑患良夫妻而言 一杯啤酒的诞生也是如此 酝酿就像是一篇宏大的序言 即将酿出一杯好酒 回味悠长 又或是孕育出崭新的生命 续写动人的篇章 世间很多美好的事物 并非是触手可及的 经过了时间的酝酿和大磨 等待的结果才会显得弥足珍贵 做完这一罐酒之后 让我们很有一种自豪感 也是我付出的 也是有我的一份心血里面 当做一款新酒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种满足感 做一款好的产品 受到大众的认可 所以说我们就有时候感觉很满足这样 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而且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幸运